首屆国际文化经贸大联盟 世华之光典礼 及第二屆美国小金人国际电影艺术节颁奖盛典 全球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大会颁奖典礼 将于8月24日 在洛杉矶圣盖盖伯西尔顿酒店举行隆重的红毯盛典 三家联合组成的大会组委会 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美国小金人电影执行主席 好莱坞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陈和暇 和美国好莱坞三地电影集团董事长 电影节创始人唐赫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陆强 美联国际影视传播公司董事长陈伯平 美国湖南商会会长李佩明 好莱坞文化传媒集团总裁Steven Knight 美国宏盛保险与理财CEO网海地 好莱坞制片人James Quinn和安德鲁斯 企业家随宴以及小金人电影节的童星等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晚会的执行主席 美国联美投资集团CEO 全球企业家俱乐部会长金融入主持发布会 这次活动由至尊投资股份公司孙中山海外基金会 全球企业家俱乐部共同发起 广州永哲投资有限公司 好莱坞文化传媒集团 美国好莱坞三地电影集团 美国联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美国小金人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共同举办 全世界第一个小孩能站在电影节的舞台上当主席 这是我的创意 我们经过了三年的努力 现在我们中央电影台地方电影台 很多人都在做我们的电影节 非常棒 我今天之所以要高兴在这做 就因为中美今年建交四十周年 我们的一带一路 要通过这个小孩子们 带到好莱坞 带向全世界 很精彩的节目 将会有这个达人秀 在中国达人秀很知名的冠军 这个王君如 这个杂技芭蕾 非常精彩 还有这个墨西哥的精彩舞蹈 这个都是小朋友的 因为这个结合小金人这个活动 这个他们这个精彩表演 还有我们这个青少年的时装模特的表演 还有我们的歌唱家 都将会在我们这场晚会呢 展现他们的才艺 在这个晚会我们也应用了商业的模式 就是在晚会中也给大家提供的平台 可以进行商业的展示 有教育展 医美展 然后保险金融房地产展 也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晚会 这是一场不可错过的一个晚会 这是你交友的平台 这是我们互惠互利 资源共享的平台 让我们联起手来 把8月24日的这一次晚会 力争做到圆满巨型 据主办方介绍 盛典当晚 政商界 影视界 侨领 侨商等各界贵宾民集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新 多个城市的民选官员 美国反太平洋总会会长霍姆斯 爱美奖得主 奥斯卡奖得主 法国著名演员白鲁娜及20位 来自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家 华夏电影台记者哈欣大士才反报道